上书王沈担任豫州刺事 上任之初 下命令给所辖各城一级市民百姓说 如有能陈述官吏的好坏 诉说百姓忧虑的人 赐给粮食五百户 如有能说出刺史得失 朝政宽严的人 赐给粮食一千户 主不臣楚入宫禀告说 教令的宗旨是想听一听百姓的苦衷之言 加以劝勉和赏赐 我们恐怕那些轻正廉洁之士 害怕受赏而不说 而那些贪婪婚媚之人将要求利而胡言乱语 如果说的不合适 赏赐不会白白地给他 而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 不知正确错误之所在 只看到说的话不被采用 于是认为您设置奖赏而不真正实行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告示百姓之事可以稍等等再说 王审又下令说 禁言有益于上 赏赐给予百姓 这是君子的德操 有什么理由不说呢 楚又兵高说 摇顺周公之所以能使人忠心尽见 是因为他们诚恳真挚的心十分显著 冰炭不会说话 但是自身冷热的本质自然很明确 这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 如果喜好中职之言能像冰炭那样自然 那么中职之言将不用求就会自然而至 如果德操不足以同唐瑶余顺相配 贤明不足以同周公相比 自然不能同兵炭一样 那么尽管出具重赏 忠心直见之言也不会听到 于是王审就停止了赏赐禁言的做法 二年新四公元261年 春季三月 襄阳太守胡烈上表说 吴国将领邓友李光等十八个营垒 共同商定归顺我国 并派遣人送来人质 想让我们的军队开到长江边去迎去 赵令让王机布置军队到举水边去迎接 赵叔说 如果邓友等人能如期到达 就会因此而震荡将表 王机派一时快速送信给司马昭 陈述邓友等人的可疑情况 说 此事还应当进一步澄清查证 不应立即发重兵深入敌境去接应 又说 仪陵东西两边都是显要狭隘之地 竹目从密茂盛 如果敌人突然在要害之地出击 那么我们的兵马就不能施展力量 如今正值春夏之交 功努受潮而柔软无力 而且正当降雨之后 在此时废弃繁忙的农士 要取难以必得的利益 这是危险的事情 将为趋近上 文钦占据寿春 都是因深入敌境求取利益 而遭到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是近来之势的借鉴 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部危乱 当今我们应做的事宜 最重要的是力求安定国家设计 抚慰上下臣民 努力从事农业生产 安抚百姓 不应兴师动众 以求外部利益 司马昭多次得到王级书信 犹豫不定 命令已经上路的朱军 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驻扎 等待新的部署 王级又给司马昭写信说 以前汉高族采用离异机的意见 想要分封六国 明白张良的谋略后 就迅速追回 销毁了一刻之音 我的谋律短浅 实在不如留狐当良 但也害怕襄阳之事 会出现听信离异机之言的错误 于是司马昭停止进兵 又给王级写回信说 一般人处事大多趋己而顺从 很少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实实在在的道理 真诚地感谢你的钟爱 多次得到你的规劝小玉 现在就依照你来信的意思 已经停止了发病 到了约定日期 邓游等人果然不来投降 狐猎是狐分之地 秋季八月假隐 再次命令司马昭晋升爵位像以前那样 他仍然不接受 冬季十月 汉后主任命董爵为辅国大将军 诸葛瞻为都虎卫将军 共同管理上书室 又任命世中樊剑为上书令 当时宦官中常是黄浩当政 董爵诸葛瞻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形式 士大夫们也都依附于他 只有凡剑不跟黄浩往来 秘书令正多年在宫中任职 与黄浩的房屋相邻 周玄共处三十余年 淡然自首 每日以读书为乐 既不被黄浩所喜爱 也不被黄浩所赠物 因此官职不过六百担 但也没遭受祸患 汉后主的弟弟甘宁王刘勇 赠物黄浩 黄浩就在汉后主面前诋毁他 使他十年都不得朝见 吴王派五官中郎将 缺到蜀汉去访问 回来后 吴王向他询问蜀汉朝政的得势 他回答说 主上昏乱暗弱 而不知自己的错误 臣下安身其间 只求免罪 不思进取 进入其朝廷 听不到终止之言 途经其田野 看到百姓们都面有积色 我听说 烟雀处于唐污之上 子母之间相互奚乐 认为这是最安定的地方 烟囱破裂 防洞被坟 而烟雀仍依然自得 而不知祸之将至 这指的就是蜀汉目前的状况 这一年 先卑族锁头部大人 塔巴利威 第一次派他的儿子 沙默汉入朝进贡 于是就留下他为人子 拓拔利威的祖先 世代居住在北方荒原之地 不跟南方的华夏交往 到克汗拓拔毛时 开始强大起来 统治的小国家有36个 大姓之族99个 经历五代 到克汗拓拔推引 向南牵制大则 又经历了七世 至克汗拓拔林 让他的兄弟七人 以及同族人 一瞻式 车式 分开统领部族百姓 逐渐发展成十个部族 拓拔林老了之后 传位给他的儿子 拓拔杰芬 让他再往南前 就定居在匈奴人的故地 拓拔杰芬死后 拓拔利威几位 又迁居到定香郡的盛乐县 部族的兵民日益强盛 其他各部族都畏惧地服从他